登下了午夜发生了一起夺命车祸 一辆罗里突然失控 向有偏移 结果撞上了一辆再有四个人的普腾轿车 令人悲痛的是 当消整人员到场进行散透时 其中一名消整人员赫然发现 车祸的死者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双胞胎弟弟 这名消整人员经不起这个打击 当场瘫软在地 场面令人鼻酸 这起车祸是在午夜12点40分左右发生 当时一对父子和亲戚总共四个人 开着普腾轿车打算前往得破 不料却在途中遭到了一辆失控的罗里猛撞 四人被夹在车内当场惨死 17名消整人员抵达现场后 其中一名队员阿兹兰穆斯达法 赫然发现其中两名死者 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孪生弟弟 虽然第一时间难以接受噩耗 不过这一名消整人员还是振作起来 完成救援任务 四名死者的年龄建于26到56岁之间 他们的遗体已经送往医院解剖 感谢观看